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你是否意识到 你是被耶稣所拣选的 让今天9月7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被拣选的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耶稣出去 上山祈祷 他彻夜向天主祈祷 天一亮 他把门徒叫来 由他们中拣选了十二人 并称他们为宗徒 即西满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伯多禄 和他的兄弟安德勒 雅各伯 若旺 菲利伯 巴尔多禄茂 马豆 多默 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 号称热成者的西满 雅各伯的兄弟尤达 和尤达斯伊斯加略 他成了富卖者 耶稣同他们下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有他的一大群门徒 和很多从犹太 耶路撒冷 及提洛和七东海边 来的群众 他们来 是为听他讲道 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 那些被邪魔缠绕的人 都被治好了 群众都设法触摸他 因为有一种能力 从他身上出来 治好众人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你如果要做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决定时 你会事先请教谁的意见 寻求谁的看法呢 这些人可能是我们最信任的家人 老师 朋友 或专业人士 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 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同样的 耶稣也有这样的需要 今天的福音 叙述耶稣检选十二位宗徒的过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因为耶稣需要可靠的人 分担他的使命 因此在做这个决定以前 耶稣彻夜祈祷 与天父一起分辨 细心谈论每个门徒的身份与特色 才在其中检选了十二位宗徒 可见 每一个宗徒对耶稣来说 都是重要的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是在这时代被耶稣特选 并照教的宗徒 对耶稣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你可曾意识到 他常把我们带在身边 透过我们的近人爱与关心我们 陪伴我们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然而 宗徒被拣选不只是为了和耶稣在一起 也是被他派遣去宣讲 且具有驱魔的权柄 马尔古福音第三章第十四节 同样的 我们也要意识到 信仰不能只为了我们个人的益处 看看周围 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因为不认识天主 而被世界价值观缠绕的近人 他们就像在福音里大群的群众 需要听到天主的话 期待有人能治好他们 身为现代的宗徒 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手脚口 走进这群众 用我们的手安慰和医治众人 用我们的口 把耶稣的祝福带给他们 请品尝圣言 想象耶稣在山上祈祷 与天父谈论我们对他的重要性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我今天如何在生活中 继续耶稣的使命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感谢你拣选我成为你的宗徒 这是多大的荣幸啊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意识到 作为基督徒的使命 把耶稣的爱带给身边的人 我们明天再见